申请保外就义的前总统陈水扁 原本预计去年12月的31号就可以出狱 没有想到因为国道塞车公文来不及 送到法务部的矫正署 也让阿扁回家跨年的希望落空 连加过后矫正署预计明天早上9点会开会 来审查保外就义的案子 预计最快在明天下午阿扁就可以交保 不过这一次会不会再度跳票 民教园团总招柯建民认为应该不会了 因为公文塞车前总统陈水扁在牢中夺住了4天 不过现在病情鉴定报告已经送到矫正署 就等5号开会审核 预计下午陈水扁就能顺利回家 那当然是因为期待说 既然各界也都对于31号的延迟 给予这个这等于是 严家或是陈总统的支持说 应该要赶快处理 所以我们也都没有排除说 如果他们早上开会 就很有效率的很快的就做出决定 原本期待在去年跨年夜能顺利保外就医 却因为公文延误梦碎 支持者骂声不断 但这次在审核完毕后 就会先以电子公文送给中间资料候补 不用太大担心 应该好为大家都有共事的事情 据思想第一时刻等到好消息 陈水扁民间医疗小组成员也已经决定 5号一大早就提前到中间 就怕有变数或附加条件 也已经做好就地开会的准备 虽然每个月都必须定期接受健康评估 但外界推估陈水扁应该有机会 能在家过农历年 而对于先前前副总统吕秀莲指出 预防禁止陈水扁面对群众 知情人士则说 历经六年多的关押陈水扁 已经身心俱疲 对其他事无心思考 只希望能快点离开监狱 宠获自由